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包括呢 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 也发生了变动 而这个内容一旦变动了 其实对我们无论实际工作当中 还是我们考试当中影响都很大 这个呢 就是债务重组的这个准则 那可能有同学呢 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习惯说这个债务重组准则 说按金融工具准来走 但实际上 我们这个准则到时候你会一看就发现 它主要影响的就是金融工具准则 那而这个准则这块变化啊 又对我们很多考试影响很大在于 它的内容要求 那跟原来相比变化很大 然后呢 它发布又比较晚一点 使得我们很大一部分已经考过专业阶段的学员 就是没有学过我们债务重组准则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在我们预习班当中 把这部内容给大家补充进来 所以今天我们就进入我们这个综合阶段预习班的第一部分的第二节内容 那大家知道了 那么我们肯定是针对什么 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债务重组准则 没有 针对这个来的啊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关于债务重组它的基本核算 那看一下这个东西 对于这个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内容确实很多 而且它可出题点也非常多 哪怕是在专业阶段也一样 那这样的 而且这几年啊 就是如果有债务重组准则这块 那么说税务师啊 那这个筑块啊 筑块块这块 那么考起来其实都挺深的 比如说我们2021年 2021年专业阶段因为考次数也比较多 对吧 因为分那这个 就是不同地区 那有研考地区 然后那相当多的卷当中都考了债务重组这个准则 而我们综合阶段呢 它也是一座一个重点来考的 所以这块咱们就要重点来把握 但有内容多 所以啊 这块咱们只能讲最基本的核算这块 那有些相对深入的东西 咱们必须放到我们基础班里去讲 包括按理班里去讲啊 这样一个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债务重组的要求 首先咱们说债务重组的定义 这个呢 咱们稍微知道一下啊 稍微知道一下 因为知道跟我们原来规定不一样了 那首先债务重组概念 那么这个呢 作为债务重组强调 注意了 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 那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话 那么经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协定 或者是法院裁定 一种是协定 双方协定 一种是法院的裁定 然后呢 就清偿债务的时间啊 金额啊 方式啊 这类的重新达成的协议的这种交易 叫债务重组 那跟我们原债务重组准则来比来说 我们会发现 那首先我们要强调不改变交易对手方 那么这里就暗含一个杀鸡 就是如果改变交易对手方该怎么办 那这个就复杂了 那那个咱们放到我们基础班里去讲 因为要和其他工具 那就工具准则结合 这样一个 那再有呢 咱们这个债务重组当中 我们原准的下强调 说我们这个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了 然后债权人做出让步 必须有这么一个问题 但现在呢 不要求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了 也不要求债权人做让步了 只要是双方就这个债务的清偿的时间啊 金额啊 方式 重新达成提议 跟原来规定不一样了 那么就是债务重组 那这样的话注意啊 我们这个债务重组的这个规范 实际上把原准则下也囊括进来了 不要说哎这个他说债务重组这个 他发生财困难了 我这不是债务重组 还是 还是的 对吧 这类的 说债权做让步了 是不是 还是 但如果没做让步呢 依然可能是 那依然可能是 这么一个啊 对这块要注意 那么债务重组 涉及到的这个债权债务 债权债务人 对吧 那么这个专门指什么呢 我们22号准则 金融工具的圈计量 这里所规范的金融工具 那这里所规范的 那这个包括什么呢 咱们这个应收款啊 对吧 咱们这个贷款啊 银行发往贷款 野水进工具范围 对吧 那包括呢 咱们一般的有一些呢 投资 咱们在上一次讲的 上一节中讲的 但是呢 我们收入准则下的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 不在其中 此外预计负债 不在其中 预计负债不在其中啊 这块 那再有呢 我们租赁准则当中 那租赁的应收款 应付款 这个在其中 这也在其中 所以它这个范围 就很有意思 对吧 你知道哪个在里面 哪个不在里面 这是它的一个 基本概念这块 基本概念这块啊 然后关于这个 债务重组的方式 那么这个债务重组方式呢 它一般包括下列方式啊 或者是单一方式 或者是多种方式的组合 都有什么呢 比如说债务人 以资产 形成债务的 资产偿债 那么其实这个啊 资产偿债这个内容 它包括范围很广 比如说我们以货币资金 它是一种金融资产 那它是一种金融资产 用它来偿债 我们呢 以这个非货币资金来偿债 但是呢 非货币资金 你要区分 它是金融资产类的 还是非金融资产类的 那但这都是属于资产 对吧 比如说我们资产这一边 你甭管是哪一类的 都可以用来偿还债务的 那这一种 那再一个呢 说这个债务人将债务工具 那这个债务转为权产工具 那么有时候咱们会说 相当于竞资产的偿债一样 相当于竞资产 它那其实可以跟我们远准的下 说这个债务人 对吧 将债务转为资本 对吧 但实际上呢 我们并不一定要转为资本 对吧 转为权产工具 包括转为资本 但也可能是其他情况 那这也是我们的债务重组的规定 此外呢 就是除了 咱们以资产偿债的 以债务转为权产工具之外 那么比如说 我调整债务的本金啊 改变利息啊 变更还款期限啊 等方式 修改了债权债务的其他条款 对吧 形成了重组的债权 和重组债务的这类的 对吧 修改其他条款类的 修改其他条款类的 那这是我们这个债务重组的这话 那当然也可以把这种方式组合起来用 组合来用啊 这话 好了 那这是咱们对债务重组 它的基本概念 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呢 债务重组基本方式说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要沿着这个思路 往下来说一说 沿着思路来往下说一说啊 那在这里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了方便咱们有些学员 特别是学过原债务重组的准则 这个学员来呢 理解这东西 那咱们呢 尽量啊 尽量说 哎 清晰一点 分类明晰一点 啊 这么来偿债啊 不是按债来 比如以资产来偿债的 对吧 债务重组的钱工具 这类的别有点大 咱们细分一下 说资产 那比如说我们以呢 哎 金融资产来偿债的 对吧 金融资产来偿债的 我们呢 以金融资产以外的 其他资产来偿债的 按这么一个思想来做啊 这么一个 好了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那首先呢 咱们来说 以金融资产来进行债务重组 那这个 咱们分债权债务人 双方角来看啊 那这块咱们也说一下 这个金融资产包括内容很多啊 包括货币资金啊 货币资金是金融资产 那也包括咱们应收款 如果你能用来偿债的话 也包括我们上节讲过的 债权性投资啊 权性股权性这种投资啊 都可以来 对吧 都一样啊 那首先咱们说债务人 对于债务人来说 我以金融资产进行债务重组 那进行债务重组这块 那也可能那时候 我还有一部分资金给你 但剩你不能要了 也可能那时候 我这有其他的金融资产 我给你 来抵偿我的原有债务 这类的 那么这块注意 对于债务人来说 以单项或多项金融资 注意 就是说我纯粹拿到金融资 不存其他资产啊 都是金融资产 来欠用债务的 那我债务 我有个账目价值 对吧 这要注意 债务有账目价值 我欠用债务的金融资产 也有个账目价值 资产 对吧 这个金融资产有账目价值 两者差额 作为投资收益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个科目 做投资收益 就账目价值 对于账目价值 债务账目价值 资产 需要债务的资产 就是必须金融资产啊 必须金融资产 纯金融资产 没有其他资产的 那么 账目价值结果案 插额座投资收益 插额投资收益这一块 那么有一个注意 我们前面讲过 那金融资产第二类 对吧 以供应价积粮 企业变动作 其他资产收益金融资产 对于这类的 他除了说我有个金融资产之外 我还有一个关联的所有者权益 那关联所有者权益 那是什么 就是 固定来变动 对吧 累计的旧账目价值收益的 对于这一部分 到时候要转出 转出 那么咱们也要分不同情况 对吧 如果是债权性的投资的 那么累计的账目价值收益 转出来做投资收益 如果是权益性投资 咱们指引到第二类里的 那么累计账目价值 转出来做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所以这个就充分运用了 咱们前面金融资产的规范 所以为什么把债务价值 放到这块来讲 那 企业就跟着前面连着 对吧 跟着前面连着 你说我要把这放到第一讲 第一节来讲 那有同学 说把那个金融资产那个忘了 那就可能会受点影响 对吧 我放到这块 咱们说紧接着上一节 容易得多 所以这块注意啊 我债务那边 我等于处置金融资产 债务价值截转 对吧 债务价值截转 那么清偿了债务差额 做投资收益 能明白吗 就相当于啊 对我债务价值来说 我处置一项金融资产 我不是得到了收益 当然也可能多项金融资产 我不是呢 得到了现金 而是说什么 清偿了一个债务 对吧 那清偿的债务 债务价值和我处置资产的 债务价值差额 就是相当于金融资处置的 所谊 投资收益 做投资收益 第一类 第二第三类 都做投资收益 但是 有一个例外 就是以供应价值养 且并做其他中收益的 这一个例外 对吧 那么债务价怎么办呢 债务价说了 你拿金融资产 常债 我拿到的是金融资产 所以呢 金融资产入账 对吧 所以债务价这块 我受让了 包括现金在内的单项 或多样金融资产的 那么是按照金融工具 准则规定 做圈计量 咱们 在上一个节 在咱们上一节就讲过 因为金融资产入账 什么原则 公允价值 所以我所取得这些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入账 但是呢 这个现金仰存款这个 这部分呢 就是该多钱就多钱了 它公允价值就是 它那个金额数 其他金融资产以及公允价值来入账 那一共允价来入账 对吧 那么我金融资产入了账了 出了全战 一共允价值 对吧 那我金融资产 确认的金融 和我原有债权 对我原有债权处置掉了 对吧 那我原有债权终止 确认之 账面价值 金融资入账 对吧 原有债权 其实也是金融资 那么原有债权终止确认了 有个账面价值 两者差额 做投资收益 做投资收益 这么一意思 那么其他相当于什么 对债权来说 相当于他处置掉了原有的债权 这个金融资产 对吧 然后呢 收到的不是现金 收到的是人家给你的 当然也可以是现金 也可以现金 那人家给你的包括现金 也包括其他的 金融资产在内的 相关的金融资产 那么差额 是我处置原有债权的 那个金额 那个损移的问题 做投手益 做投手益啊 所以这个咱们是充分用到了咱们上一节的内容 金融资产的处置的问题 处置的问题 对吧 这么一个啊 好了 咱们看例子 那这个例子比较简单啊 这话 是吧 2020年的2月10日 光明公司销售一批材料给长金公司 含税价格23万4 对吧 3月20日 长金公司无法按照合同规定去偿还债务了 于是双方协议 接账的光明公司减免长金公司4万元的债务 余额用银行存款立即清偿 此外呢 光明公司已对这个债权提过一千块准备 这一块 那其实这个呢 跟咱们原来债务重组那个规范啊 其实比较像 对吧 立体也比较像 但是处理原则不太一样了 对吧 那么光明公司的账务处理就这样的 对吧 那么借一批创收到的是19万4 然后截转原有债权的账门价值 对吧 原有债权 那么贷用账款借换用准备 用账款23万4 换用准备一千 对吧 这是账命价值啊 这两个 那么道具差额 挤投资收益 不分借贷啊 不分借贷挤投资收益 那么三万九 那当然我们这银行存款是个金融资产 另外人说19万4 那当然就按这个金额来走 如果人换了一项金融资产 比如说人家拿了一个对外股源投资给你 你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对吧 那你该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按其供业加入账 带呢 还要进入账款 换用准备 差额做投资 一样的 那这光明公司 那么长年公司呢 它简单对吧 它简单 就是注意 带我那偿债的那资产 对吧 是账目价值啊 它是账目价值 带一样从晚十几万四 一样从晚 账目价十几万四 借呢 他欠人钱应付账款 二十三万四 差额做投资收益 差额做投资收益 这样一个啊 所以这块 都要注意 这个都要注意啊 这是他的处理 当然呢 若长年公司用其他资产 那你一定要注意 带方一定是这个其他资产 注意啊 是金融资产 是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的啊 这一块 当然呢 咱们呢 十一公司当中 其实最愿意要的 还是银行存款 但除此之外 其他金融资产的也一样 所以我们这题要注意 双方这个银行存款 虽然都十几万四 长江公司十几万四 是账目价值 而对方 对吧 那十几万四呢 是公允价值 只不公允价值正好 等于账目价值而已 对吧 但如果是 比如说长江公司 他一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他上账目价值揭穿 对方上公允价值揭穿 那这块就有差异了 这样一个啊 然后注意 以非金融资产进行债务重组的 比如拿存货啊 对吧 拿呢这个公允资产啊 拿无允资产啊 用这些资产做债务重组的 非金融资产 它也有价值 对吧 那这时候注意 那首先看上边说账目价 对于债务这块 如果他以纯粹的单项 非金融资 或多项非金融资 金融资产债务 或者呢 我既有金融资 也有非金融资 在内的多项资产 那这个时候注意 只要 对于债务人来说啊 只要我强烂的 债务的资产 有一个 不是金融资产 你把我多项资产 有一个不是金融资 你把 或者纯粹 我都是用 非金融资产的 那我不再区分 我的资产的处置损移 和债务重组的损移了 也不要区分 不同资产的处置损移了 说比如说 我这有金融资产的 有温资产的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我都拿来偿债的 那咱们不再区分了 什么资产处置损移 债务重损移 也不是 金融资产损移的 温资产损移啊 甚至存货损移啊 这都不区分了 统统拿过来 注意 将所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我所转让的 这些资产的账面价值 之和若不止一项的话 明白 那么之和两者的差额 做其他收益 债务重组收益 做其他收益 那如果是纯金融资产来承债的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是做投资收益 只要有一项资产 它不是金融资产 那或者纯粹都不是金融资产的 只要有非金融资产来承债的 那么差额一律做侠收益 一律做侠收益 那么偿债资产 如果提过减减准备的 也要截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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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处置这些资产 来偿债务 那么处置资产 我并没有啊 是收到钱 而是呢 清偿了我的债务 对吧 我债务的债务价值和我处置资产的债务价值 这个差额 只要我处置这些资产当中有一项是非金融资产 只要有一项是 那么咱们就统统都挤在其他收益当中 统统挤进来啊 这个要注意 对吧 那么债权呢 债权就不一样了 因为债权他说我是有这些资产要让的 那怎么办呢 注意 他对他来说有那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你清偿的这些资产当中 那清偿这些资产当中 要么全都是非金融资产 那要么呢 要么呢 至少有一项不是金融资产 但还有金融资产 好了 那在这话咱们注意 咱们现在呢 这个准则有一个叫什么呢 金融资优先的准则 也就是说 对于债权来说 我收到这资产当中 如果有金融资产的 金融资产按其工具准则规定来做 供应加入账 供应加入账 剩下的资产来分配 对吧 这么一个啊 因此说 以资产期间债务方式做债务重组的 那么债权处于劝的 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 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 其他资产 按照下列原则 那以成本计量 比如说咱们受让的有存货 有供应资产 有物资产 这类的 那咱们都是以成本做处理计量 对吧 问题对成本是什么呢 这个成本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支付的对价 还记得吧 咱们买供应资产 按我们购买的价款 物资产也一样 存货也一样 按购买价款 对吧 虽然按我们支付的对价 但注意啊 一定要抠掉这个金融资产 那么是金融资产以外其他资产 明白 那么以成本计量 明白 那么首先比如存货 存货它的成本入账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支付的对价 我支付对价 现在对战产来说 是等于我放弃的债权 它的供应价值 明白 那么其他成本呢 是在达到当前的位置和状态 所发生的 这些归属于该自然的 什么税金啊 运输费啊 召业费 保养费啊 那么这按我们存货准则来规定 那其他成本构成 跟我们存货准则规定一样 只不过主要的成本是什么 我们存货 那时候说 我这爱买价 现在呢不是买价了 是放弃债权供应价值了 明白 那么供应价也一样 以放弃债权供应价值为基础 然后加弃债权成本是什么 只赞达到预定和损状态前 发生到职业规矩赞的 税金运入费 专业费 安装费 专业服务费等等 那么无形资产 投资用房产产也一样 对吧 也是一样的 那此外呢 对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长投 注意啊 这仅限于合营联营啊 只限于合营联营 那如果是构成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产业费投资的 那么 也是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为基础 加上直接归属于这资产的相关的税金 那这样一个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发现啊 对于债权受益的资产 它的入上价值 实际上就援引了 就参考了我们的供应资产啊 无形资产啊 存货啊 投资房产产啊 对吧 那包括我们长投的准则规范 当然这个长投仅限于对合营联营企业的 那也就是我们支付的对价加其他成本 而对价是什么 我债权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这么一个啊 这样一个 那么我放弃债权有供应价值 对吧 债权有供应价值 那么我债权和供应价值和账价差额呢 是进当期损益 那么也是做投资收益 这要注意 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 对于债权来说 相当于我以供应价值 卖掉了我原有的债权 那我卖的时候 供应价值和账价值差额 做投资收益 然后以我卖掉债权获得的金额 然后去买人家的什么 供应资产无形资产之类的 那肯定按支付对方 供应价值来考虑啊 一个意思 对吧 就这么一个情况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呢 咱们注意它适用哪个准则 或引用哪个准则 这样一个 那么对债权来说 如果是多项资产呢 就不止一项了 不止一项 那这也刚才咱们说的原则 对吧 多项资产 那么要么是多项非金融资产 要么呢 既有金融资产 又有非金融资产 对于这一类的 那首先只要有金融资产的 第一步顺序先找金融资产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确认计量金融资产 然后把这部分提出要之后 剩下的 那么多项非金融资产怎么入账 那这个咱们就可以参考 我们一揽子购入 多项没有单独标价的公共资产 那么按这个规定 怎么办 按每项资产工具价比例来分配 对吧 所以我们先按金融工具准则来做 剩下那部分的 按在债务重组的 债务重组合同生效日那天的 其他资产的公允价值比例 来分配我剩下那部分的金额 剩下那部分金额是什么呢 放弃债权有公允价值 然后我受上金融资产有公允价值 他俩的差额啊 他俩的差额这个金额之后 才分给你们 换句话说 我债权有公允价值对吧 然后我受让有金融资产 或者不理想金融资 我金融资产有公允价值 他俩差之后 才给你们其他非金融资产比例来分配 对吧 所以按照各项非金融资产 那他在债务重组日的 公允价值比例 去分配剩余的金额 以此为就确定每项资产的成本 那先抠出金融资产 剩下的部分你们再去分 这么一个啊 好了 咱们也是看个例子 那这位来看个例子啊 说2020年的6月18日 蒋公司向乙众司销售商品一批 应收乙众司账款 入价金额是95万 乙众账款 但是呢 将继分来为什么 以贪用成本既然就在 那么应用账款可以放到这一类里面啊 乙公司呢 说将这个应付账款 分来为以贪用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贪用成本计量的 那么等到了2020年的10月18日 双方签订一个债务重组合同 这个甭管啊 是什么原因 反正签订债务重组合同了 乙公司以一项 作为无形赞核算的非专利技术 偿还签款 就单项啊 那么这个注意 它肯定不是个金融资产 对吧 肯定不是个金融资产 它作为无形赞核算的是个非专利技术 对吧 那么这无形赞在乙那账面余额100万 雷摊销时 提检准备2万 所以账面价值多少 88万 等到10月22日 双方办理完成无形赞转业手续 注意手续完成了 这一天该作账了啊 这一天该作账了 那么蒋思支付评估费用4万元 那蒋思说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 我得算算对吧 我得算算 所以这个评估费用 要考虑记录无形赞的假的中央价值 而当日蒋思应收款项的 供应价值87万 以提换准备 7万元 那以公司应付款项 账面价值仍为95万 假设不考虑消息费 注意啊 人可给了一个公允价值啊 人给公允价值 此外呢 人账上提过7万的换项准备啊 那么咱们要套用相关的原则 对吧 那首先债权人 对吧 假公司这块 假公司呢 我受让文赞 按什么 我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对吧 那直播的对价就是公允价值 加上为了这个文赞的价值 我屏幕费用 包括呢 说这文赞值不值这个 发生专门屏幕费用4万元 两者之和 对无形赞的容量价值 那文赞容量价值 所以他账目处理 注意 带我应收95万 95万啊 那么借换上准备7万 啊 那么注意啊 这是我的账面价值啊 这是我账面价值 对吧 那么紧接着注意 我支付评估费用4万元 代价存款 那我呢 文赞入账 刚已经算过了啊 公允价值 加上 那这个评估费用 对吧 借文赞91万 差额 差额就是我的什么 就是我这个应收账款 它的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差额 对吧 公允价值 刚才已经说了87 对吧 账面价值呢 多少 88 所以差额1万元 投资收益 1万元投资收益啊 这会要注意 啊 知道这哪来的啊 就是我们应收账款 对吧 账面价和供应价差 账面价88 供应价87 差额投资收益1万元 那这么一个 然后债文这块呢 债文这块 我情商债务了 注意入账时间啊 10月22号才能作账啊 因为已经办了手续了 那天才能作账 那么 首先我偿还债务了 偿还债务 无资产 债文价截准 带文赞 注意债文价截准啊 带文赞100万 那么借雷贪销10万 借减准备2万 对吧 那么用他偿还了多少债务呢 偿多少债务呢 那么95万 95万 对吧 然后差额 差额多少 差额这块 我债务啊 是95万 另外我偿债资产的账面价值啊 这三个账面价值是88 差额7万元 做其他收益 啊 这个做其他收益啊 不要往别决写 你不要写成什么 哎 自然处置损移 不要 那你也不要写投资收益 对吧 因为我这无形自然 温自然偿债的时候 偿债的时候 就是非公自然偿债 那么差额一律做其他收益 这么一个 这是咱们说单向资产 单向资产啊 让咱们看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 可能是一个多项资产了 啊 这19年的10月5日 蒋思向永思 奢购一批材料 那么还税价234万 到了2020年的9月时 蒋思因为发生财务困难 不按照合同约定常文债务了 于是双方协议 进行债务重组 注意啊 财务困难一样的 也是用我们债务重组准则 对吧 你不财务困难 咱们也可以债务重组 财务困难也可以做 那么 蒋思同意 甲呢 用你生产的产品啊 用你作为供应资产管理的基设备啊 以及一项债券投资 抵偿欠款 所以呢 甲这块偿债的时候 一个是商品 一个是呢 基设备 一个是债券投资 它的一个金融资产 它有三项资产 其中有一项金融资产 有两项非金融资产 对吧 那么当日这个债权 对吧 债权210万 注意啊 是谁的 以的 以应收甲的 供应价值 210啊 这个债权 那么甲公司 由于抵债的商品的市价 90万 不管增税啊 抵债设备的供应价值 75万 抵债的债券投资 市价23.55万 有市价 以市价作为供应价值来考虑 那么捷债资产 是在2020年的9月20 转移完毕 将次发生设备 那这个预付费 0.65万 以公司发生的设备 安装费用 1.5万 注意啊 对以来说 等于我取得一项资产 这个设备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安装费用 那么这个安装费用 是设备入上价值的 对吧 它得走一个在电工程 这块要注意 然后呢 以公司是以贪于成本 计量这个债权的 那我对你的应收的 这个是以贪于成本计量的 然后呢 说2020年的9月20日 以对债权提过换用准备 这个19万 那么此外 当日 当日啊 咱们的债务重组合同 签金日 债券投资 市价是21万 以公司呢 将设备商品设备 债务设投资 分别作为 第一号品 设备供应赛 债券投资 他说我这个是什么 以公允价计量 且变动做 当期损移的金融资产 我放到这三类里来做 对吧 然后甲呢 它是以贪于成本计量 这个债务的 我欠你的 是贪于成本计量的 那这个金融负债 那么说 我这个商品9月20日 商品成本70万 设备账面原价150 雷折旧40 以提前准备18 此外 我这个债券 对吧 我债券呢本身投资 以贪上的计量 那其账面价值总额数万 票面利率等于是利率 按年负期 假定呢 甲还没对债券 确认利息收入呢 对吧 那么注意 对于甲的时候 这个债务啊 他欠倚的那个债务 其账面价值 仍为234万 这个就是什么 一对多的债务重组 一对多的 对吧 那么说 双方都是增税一般大税人 是用增税率为13% 经税务机关鉴定 这个商品这个设备 其最价格 一个90万 一个75万 算税的时候 那不考其他税费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一对多的债务重组 对吧 债权债务是一个 但我重组 我拿来偿债资产是多项 那么这多项资产当中 至少有一项是非共资产 当然我们这例子当中 是有两项 对吧 但我说了至少第一有一下了 那有一下了 这么一个 那么首先咱们看债权人处理 对于债权来说 第一要品啊 咱们得算一个增税 对吧 90万乘以13% 11.7 那设备增税 75万乘以13% 9.75 对于债权来说 这俩都是迹象税可抵扣的 对吧 那么第一要品 观资产成本 以公允价值比例 来分配 公允价值 一个90 一个75 按他俩比例 要分配 分配哪个呢 是 那 其放弃债权的 公允价值 扣掉那个 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 扣掉受让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 之后的净额 对这个来分配 对这个来分配 对吧 所以第一要品的成本 这个注意 多少 90除以90加75 这个比例 这个比例 乘以多少呢 注意啊 乘以多少 那么 公允价值 债权供允价值 不是账面价啊 供允价值是210 减去 减去什么呢 注意啊 减去受让的债权的供允价值 受让那个债权 什么 就那债权投资 对吧 23.55 减去供允价值 再减去两个税 两个债权税 可以抵扣啊 对吧 11.7和9.75 把它减去之后 剩下的 被你们这个 被金融资产的 供允价值比例一分 那么第二 第二笔 入量成本92 对吧 供允资产 那个设备 入量成本 也按比例来做 75除以90加75 然后也是按这个比例一分 分的给他正好75 明白 那么相当的 你的账户处理 你的账户处理啊 那么贷应用账款 应收假的 账面的余额 234 对吧 借呢 花样准备 19万 那这账面的什么 这账面的这个 金额 对吧 账面的价值 对吧 然后呢 注意 D11品入账 90万 对吧 在工程 在安装设备 因为他需要安装啊 拿过手底安装 发1.5万安装费嘛 所以是在建工程 75万 对吧 然后呢 交易性供资产 21万 交易性供资产 21万 对吧 应照税费 应照增税 21万4500 21万4500 然后几差额 对吧 这个差额什么呢 就是我的债权的公允价值 和账面价值差额 那么投资受益 75500 这已经账务处理 那我一个呢 放缺了一个债权 那么收到三项资产 都怎么入账 那三项资产都入账 这样一个 然后接下来安装呢 他自己的事啊 那么之后安装成本 带洋葱碗 借资源工程 安装设备 1万5 然后呢 安装完毕 达到预地壳 使用状态 那么带资源工程 借工资产 76万5 那这两个就没什么 可说的了啊 这样一个 那么债务人这块呢 债务人也920啊 账务处理这样的 对吧 首先工资产转清理 可以先走清理啊 对带工资源值150 那借呢 累移者就40 借呢 工资产检业准备18万 那么账面价值 转入工资产清理 账面价值啊 此外呢 这个设备 发生清理费用 发生清理费用 那么带洋存款 借工资产清理 6500 6500 然后紧接着啊 咱们这是完成债务重组 完成债务重组时 注意 借用账款 是我要欠的这个债务 对吧 债务价值234 带呢 我偿债的资产 带工资清理 92万6500 那这里啊 是我本来 公资产的债务价值 但是还要减着一个清理费用 还要有一个清理费用啊 然后带有带工资商品 债务价值结转 对吧 然后债我原来的这个投 债有这个税费的问题 带交税费 要责任税 对吧 对它是肖像税 那么是214500 214500 然后此外 我原有债权投资 带债权投资 成本15万 对吧 然后倒计差额 倒计差额 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 这个注意啊 因为我偿债的这个资产 它不只有一项 对吧 它是多项 而且这里面 含有非其中资产 所以统一 挤入差额 做其他收益 34万9 这样一个 那么这咱们说一个 一对多的债务仲组 而且多项资产当中 含有至少一项 非其中资产 那这个注意 做其他收益 做其他收益